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这些年来手握全世界先进晶片的命脉 让台积电在人工智慧时代收入不断创新高 而任性的他们也开始给员工开启发钱模式 近日台积电宣布由于公司今年营收和获利督创新高 今年特别奖金将比去年的2万元新台币增加5000元新台币到2.5万元新台币 当然了,这个福利是世界各地台积电同仁也都享受 而估计将有7.5万名员工可领到 总共发出18.75亿元新台币大红包 为历年最大的发放金额 该公司董事长魏哲嘉指出 台积电今年营收获利在创历史新高 都是同仁们努力的结果 他感谢同仁家属的关怀与支持 并预告台积电以后 每一年营收和获利都会创新高 依台积电可持续发展报告书统计 台积电目前全球政治员工有7.5万人 当然,台积电员工的特别奖金也必须得有人买单 台积电日前宣布 对2奈米、3奈米和5奈米先进制成晶圆 进行全面提价 涨幅最高达8%至10% 新价格将从明年开始执行 据悉,2奈米制成晶圆的价格 预计将比3奈米高出至少50% 台积电强调 由于2奈米技术的研发和生产涉及巨额的EUV曝光设备投入 良率优化和生产线改造成本 因此不会对价格进行优惠 市场预测 2奈米旗舰手机晶片的量产成本可能达到280美元左右 这一价格调整将对苹果的A19 Pro晶片 和高通的第五代骁龙8等晶片造成成本上升的压力 分析人士认为 这可能导致手机制造商重新考虑高阶产品的定价策略 同时 使用台积电300米工艺的小米全界 OE等产品的价格也可能随之上涨 尽管后续版本和同类旗舰SOC的成本也将受到影响 由于苹果的出货量较高 其他厂商在供应链谈判中的溢价空间可能更加有限 业界分析认为台积电的涨价是为了应对先进制程设备投入和制造成本的持续增长 并进一步加强其在2奈米、3奈米、5奈米制程领域的定价能力 预计到2026年 旗舰手机市场将普遍面临价格上涨和利润压力 评论指出台积电的涨价是先进制程技术挂头垄断下的必然趋势 2奈米制程的技术门槛和资本投入极高 尽管厂商有所不满 但难以摆脱对台积电的依赖 短期内 手机制造商可能需要在产品定价和配置之间做出权衡 而长期来看 这可能会推动晶片产业链的重组 促使部分厂商寻求更广泛的代工合作 以减轻对单一供应商的成本依赖 另外 据台湾媒体11月中旬报道 台积电3奈米先进制程产能正面临全面紧张 以挥达为代表的AI晶片巨头需求爆发是主要推手 目前 除了挥达之外 苹果 高通 联发科 Google 亚马逊 Meta 与微软等核心客户 已基本将3奈米产能预定一空 相关产品覆盖 AI训练晶片 旗舰手机处理器 及数据机晶片等多个关键领域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指出 即便台积电通过改造旧产线 与跨场协作近立扩产 预计到2026年底三奈米月产能也仅能提升至14万片左右 仍无法满足全部顶单 这一供需缺口已引发客户争相支付高额溢价已锁定产能 有望推动台积电整体毛利率突破六成 由于产能已被优先分配 摩根大通预计如加密货币 矿机晶片等次要需求 在2026年将难以获得供应 为缓解压力 台积电正采取多种灵活方式扩充产能 将台南518厂部分4奈米产线转为3奈米 月增约2.5万片 利用新竹与高雄工厂 为更先进制程预留空间 另外台积电通过跨厂协作 在514以6奈米7奈米产线 承接3奈米后段工序 预计2026年下半年 可再释放5000至1万片月产能 而美国亚利桑那工厂的3奈米产能 预计要到2027年初才能初步贡献 具体来看 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指出 台积电温三节点3奈米 工艺产能将在2026年前达到极限 即使通过改造老产线 跨厂协作提高产能 仍会出现明显缺口 报告指出 尽管汇达要求台积电将3奈米 产能提升至每月16万片 但台积电到2026年底的实际产能 只能达到14万片至13.5万片 供应缺口将持续两年以上 同时AI晶片的爆炸性需求 正拉高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和 溢价能力 预计2026年上半年 毛利率将升至60%区间 值得注意的是 辉达 苹果 高通 联发科 亚马逊 和Meta等大客户 都已经提前锁定3奈米 产能 其中 辉达 Rubin 博通 TPUV7 苹果 C2数据机 联发科高通 旗舰手机晶片等产品 都将全面使用3奈米 制成 由于这些重量级客户 已将产能预定一空 摩根大通认为 加密闭矿机等 次要需求 在2026年 几乎无法被满足 在这种压力下 台积电选择将 现有产线 进行灵活调整 而非新建3奈米 晶圆厂 其中 位于台南市的 晶圆第18厂 将转换部分4奈米 产线 每月可新增约 2.5万片3奈米 产能 至于新建的 高雄市晶圆第22厂 与新竹市晶圆第20厂 则会给更先进的 N2 A16制程节点 预留空间 台积电还将尝试 跨场协速模式 在台南科学园区的 晶圆第14厂 利用闲置的N6N7 产线处理 本三工艺后倒工序 BUL 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 可额外增加5000片 至1万片月产能 至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 Five 21工厂 则预计在2026年 第二季进场 但最快要到2027年初 才能达到1万片的月产能 短期内无法缓解公司压力 此外 台积电目前正在将产能稀缺性 转化为获利优势 摩根大通根据供应链调查发现 部分客户为确保如期交货 开了高出一般订单50%至100%的加级单 虽然这种订单只占总产能的10% 但对整体盈利贡献显著 总体来看 年底开始的这波产能紧缺 正直接转化为台积电的盈利优势 部分客户为确保交付 愿意支付高出正常价格 50%至100%的加级订单 若此趋势延续 迪加2026年计划中的价格上调 台积电毛利率将稳居60%以上 增长动能有望持续超越市场预期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顿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